來,自己調一下 各位不要頭暈喔 進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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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其實 我們在宣傳 這盟神高差 今天是 今天是倒數 最後一天 倒數最後一天 這盟神高差明天 11月25日就要 首播,主播 上映 上映 主播,我是主播 明天就要上映了 然後我就 推薦一下吧 其實我裡面演的角色叫張霄 我是第一次比較 正式的參與到一個 完全愛情喜劇的片子 然後我的喜劇天分好像還不錯 導演有同任 就是有同任,對不對 對 然後就覺得 張霄這個角色是 有一點 霸大那種霸氣的男生 但是在學校裡面是 非常欣賞攝影 欣賞籃球,也欣賞爵士骨 跟很多很多 就是 在學校裡面 出現的都是 為了 希望就是 讓他的名氣 在學校更有名吧 我覺得他就是很自愛自己 然後覺得自己很帥啊 然後什麼都是可以很簡單得到 以他自己為主 因為他一出現女生就愛他了 笑草 對,然後就是因為 他碰到了一個新學生 在校園裡面出現 然後他非常好奇 就覺得他不敵 就是他從來沒有這種感覺到 然後這個女生的角色叫夏契林 是 水靈演的角色 那水靈你可以介紹一下 哈囉大家好,我是王水靈 我在影片中飾演的是一個心理系的學霸 同時又是一個跆拳道的高手 那剛才李翔哥說他一直追不到我 那其實我是在影片中是有病的 病的不輕 有病 聽不見了 然後呢 他自認為是校草 他覺得可以搞定一切的妹子 但我就是偏偏不吃那一套的 所以說 其實也不是啦 是因為我在影片中 經歷了一段非常刻骨迷心 然後非常痛徹心扉的愛情 所以才導致了我無法去接受別人 因為這個經歷是蠻痛苦的 然後特別的難忘 因為是初戀嘛 我覺得初戀應該都是特別難忘的 所以 至於最後到底有沒有追到呢 那一定要去影院看最磨聲高差 然後呢不會談戀愛的呢 就跟著張孝學長去學習 那個撩妹的技巧 然後那個台在熱戀中的呢 就一定要去看最磨聲高差 看完之後你們會更加的恩愛 然後旁邊這位也是我閨蜜 介紹一下 閨蜜說一下 對 哈囉 我是沙拉王唐雲 然後我角色是 蔣依凡 是 但是我們女生 不要笑我 視頻就這樣 就不要再多說 因為明天 11月25號 明天全球上 呃不是全球 全國上映 全球上映 全球上映 然後大家進去看就會了解 我們角色裡面的關係 但是呢我覺得非常值 大家進戲院看的是 它是一部充滿歡樂 充滿淚水的一個電影 大家可以進去回味你 學生時代 你經歷的青色的愛情呢 讓你恢復感 所以大家一定要進戲院看 多多支持 謝謝 你要去喔 愛你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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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收個甜一點 來 給個新嘛 救命一點 我幫你拿麥 愛你們喔 愛你們 今天很開心 可以宣傳我們的新片子 希望大家可以進 明天進電影院 支持我們最新的作品 最萌聲高差 一定不會後悔的 謝謝 好 掰掰 掰掰 謝謝